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相今天在部城主持创意新生代推介里时发表谈话 这项创意新生代倡议将由特别创意小组负责 政府推出的以诺千金国庆主题风波越演越烈 在野党今天宣布以同族同国同心来取代政府所喊出的以诺千金主题 新闻通讯及文化部长的律师Dr.Raisyadim今天就促请各造 不要把国庆课题政治化以免破坏我国独立55周年的融洽氛围 Raisyadim今天在部门主持内阁汇报会后表示 以诺千金是政府定下的国庆主题 它完全符合国家与民共创和共享的理念 不该借着政治色彩破坏国家安宁 在国庆日标志课题上 Raisyadim解释说 一个马来西亚标志不会是固定的标志 它会在每个星期进行更换 公众党策略局主任Rafiq Ramli和大众银行前书记Johari 因为泄露国家养牛中心户头机密资料 在今天被控抵触1989年银行及金融法令 不过两名当事人都表示不认罪 法庭责定9月10号临审聚起案件 揭发国家养牛中心丑闻的公众党策略主任Rafiq 今天早上在沙岸南地停面控 他被指在3月7号 在公众党总部向两名记者泄露国家养牛公司 国家肉类与牲畜有限公司 农科工业私人有限公司和Mohamad Saleh 在大众银行的账户资料 抵触1989年银行和金融机构法令第97条文 不过Rafiq在庭上表示不认罪 获准以15000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除了Rafiq 另一名大众银行前书记Zohari 也因为涉嫌和Rafiq和谋泄露文件 在今天被带上法庭面临同样指控 他也是不认罪 以15000令吉保外候审 两人将在9月10号一起面审 一旦被定罪 他们将被判监禁不超过三年 或罚款300万令吉或两者监失 官单独钟经历几番波指之后 终于获准设立 不过为了确保这是一所真正的独钟 董总连日来不断要求教育部公开批文 不过教育部副部长的魏佳祥博士 至今还是坚决表示 他该说的在已教批文的时候都已经说了 至于教育部是否会公开批文 他则没有回应 表面上看起来 从520官单申办独钟大集会 到官单独钟获得办校批文 整个过程只是短短两个月 但事实上 官单华社等这所学校已经等了20年 为了确保官单独钟的批文 没有隐藏替代方案 包括董事部拥有考生考试决定权 而不是由政府限制 董总一再要求教育部 公开官单独钟的批文内容 对此魏佳祥做出这样的回应 我要讲的话 已经在已教的时候已经讲完了 我们必须尊重当地人办学 他要求是什么 让我们根据你所提上来的 给予批准 就是这样简单 另外 作为副办独钟公委会执行顾问的 Dansree 方天心 在出席第八届全国华人青少年艺术节时 也一再强调 官单独钟不是变种独钟 官单独钟绝对不会是一所 变种的独钟 他还在记者会上 亦有所指的要求一些华团领袖 不要再对官单独钟批文争论不休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以 那个批文那边一直谈论不休 大家华社领袖领导 最终来协助这所独钟 早日落实 希望不要再在这个课题 再议论一直议论不休 而且我们可以说见好就收了 另外吉隆坡中华独钟董事部将在两个星期内和官单铺办独钟公委会开会后 向华社交代批文的内容 不过会议不会邀请董总参与 二天黄翠贤采访报道 2010年华总首次和公共服务局合作 协助政府招聘华裔公务员获得热烈反应 8月5号也就是来临的星期天 华总将会再度主办招聘活动 公共服务局定下目标要招聘265人 到时候将会有多位政府高级官员前去现场 协助申请者上网填写表格 并且解答疑问 次的招聘活动将在华总谢赴年礼堂举行 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3点 华总副义务总秘书陈耀欣博士指出 这次要招聘的职位包括工业关系官员 助理工业关系官员 文化官员 关税助理和音乐家 申请成为公务员的条件包括 SPM国文科必须U等 不过没有年龄限制 目前公共服务局处理公务员的申请 需要花上3到6个月 甚至一年的时间 陈耀欣促请政府加快处理速度 让申请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知道自己是否被录取 所以华总这方面也有向公共服务员反映 如果你要吸引更加多华裔子弟来 参与公务员活动的话 你就要述短申请的时间 尤其是他们要正聘人手和设备 这样才能有效解决等待的时间 陈耀欣表示 其实很多华人愿意当公务员 因为公务员的福利相当不错 大学毕业生的基金有2700令吉 还能够享有医疗服务 汽车和房屋贷款等等 而且生死机会也不比私人界逊色 有意申请成为公务员的人士 可以在8月5号携带文凭 履历表和身份证副本前往华总 或者是浏览公共服务委员会网页 www.spa.gov.my查询详情 RTM李志辉采访报道 马来西亚药剂师协会早前向政府提出 收取咨询费的建议 以及获得卫生部同意 不过民众在寻求药剂师服务后 到底应该支付多少费用 目前还没有定案 卫生部服务组今天发表文告表示 目前国内药剂师并没有像医生和牙医那样 有一个规范的收费表 不过政府认同药剂师在我国医疗保健领域 扮演的角色 所以允许药剂师收费 不过如果要允许收费 首先必须处理一些问题 包括制定一个合理的药物定价制度 统一药剂师所提供的服务 还要设立一个由政府和专业人员团队 组成的监督制度 所以收费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后 才能够做出决定 古代有大富之家派粮食救济世人 现今由企业包放救济金造福社会 一起跟随浅线视窗 探索何谓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新闻 毒贩院毒进入我国的活动 日益猖獗 我国警方在今年首六个月 一共充公了超过四百万颗 价值八千万令吉的软性毒品 五载 而最新的一宗扫毒行动 则是在昨天晚上 在雪梁河州浦种进行 当局在行动中 一共起获了三十九万颗的毒品 警方表示他们在这次的突击行动中 并没有逮捕任何人 因此还在追踪 这三十九万颗毒品是属于谁的 另一方面 一名伊朗籍男子 也在上个月二十六号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被逮捕 他被发现 试图把1.15公斤的冰毒 藏在行李案格里 警方将原演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 第39B条文进行调查 一旦被判有罪 涉案者的唯一刑罚是死刑 以此同时 五级安曼毒品事案调查局总监 达到 Norashi 透露 目前国内出现一个成功避过海关 利用海陆把毒品运入我国的贩毒集团 由于警方所充公的五载数量暴增 因此警方将会把这种毒品 列为主要打击目标 家庭暴力事件不时在我国上演 在吉兰丹 就有一名物译男子 因为毒打妻子而遭受牢狱自灾 这名男子被控在今年5月 蓄意用头盔殴打妻子 以致他身体多处受重伤 哥达巴鲁地庭 今天就宣判被告罪名成立 被判入狱15个月 外加鞭斥一下 现年26岁的被告 穆罕默阿斯里·穆罕默 今天出庭面控时 在地庭法官穆罕默 发杀利·安利·穆罕默 格杀利面前承认罪状 根据控状 穆罕默阿斯里被控在今年5月 蓄意用头盔 毒打22岁的妻子 尼克·罗斯蒋娜·穆罕默 导致受害者的头部受伤 脸颊、嘴巴和耳朵 也留下瘀青 被告过后在刑事法典 第324条文下被提控 法官今天裁决被告罪名成立 被判入狱15个月和编尸以下 无论如何 被告尝试向法官求情 要求减刑 历史资料的记载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先人过去的生活 和他们走过的轨迹 霹雳州中华总商会 已经把新建一栋 21层楼高的八角大厦的计划 提成给市政府 一旦大厦顺利落成之后 商会将会利用100万令吉的捐献金 来装修现有的商会大厦 并且设立霹雳州第一个 以华社和华商历史为主的 微型博物馆 霹雳州政府在2011年 把坐落在以保市中心的 姚德胜公事 交给霹雳州中华总商会发展后 旅经波折一直没有下文 日前霹雳州中华总商会 总会长林国璋 会这项计划捎来了好消息 他在接受本台的专访时指出 随着商会理事和会员 筹组公司任股后 从2011年搁置到现在的 八角大厦计划 已经重新展开 他说一旦八角大厦落成后 商会将通过100万令吉的捐献金 来装修现有坐落在 以保大潮厂前的商会大厦 霹雳中华总商会大厦 历经了40多年的历史 见证了以保的发展变迁 商会希望把这里变成一个威信的博物馆 向公众展示商会和以保的历史资料 也当作是一个景点之一 这个是我们有在想着这方面的工作 因为毕竟来讲 一个社团你这样做下来 我们有需要将我们前人 或者是我们的先辈 他们在这边的生活的东西 都有系统的记录起来 他呼吁民众提供他们 值得收藏的历史图片和资料 林国章也说 商会希望市政府可以在9月之前 正式批准新建八角大厦 以便大厦能够顺利在10月动工 预计耗时三年完工的八角大厦 将成为以保市中心的新地标 并带动当地的旅游和商业发展 RTM张忠林 庄碧心 霹雳以保独家报道 180万年前 大地奥秘的面纱被揭开 人类最早的遗迹 旧石器时代 请留意8月3号到5号 中午12点和晚上8点的 TV2华语新闻 韩国的消息指出 朝鲜有意仿效中国 走资本主义路线 这条路适合朝鲜吗 先来关心 今日才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